那你不就亡党亡军亡国吗 你四个自信全然没有了 到底什么事情能让中国的著名名嘴李毅如此生气 竟然破口大骂共产党要亡党亡军亡国了呢 原来是美国的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湾了 根据中央社和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 美国已经重新启动对台重大军事合作 陆军特种部队将常驻台湾 美国的军事顾问已经开始常驻金门与澎湖的两栖指挥中心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台湾的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和演习 报告也指出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部队驻扎台湾 美国计划派驻第一特种部队群第二营A连到台湾 这个小组成员主要是美国的绿扁帽特种部队 那么驻台美军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 绿扁帽又是一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呢 在美军到台湾这个事情上 其实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有发言权 胡锡进曾经多次扬言 美军到台之日那就是中国对台开战之时 结果在2021年《华尔街日报》就发表文章 表示了美军其实已经在台湾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了 秘密协助训练台湾军队 胡锡进当时在微博和推特上表示 为什么只敢派出24人 为什么悄悄地派出 他表示美国应该派出240名战士 穿着美军军服公开宣称他们到达台湾 到时候我们解放军一定会使用空袭 来消灭这些美国的入侵者 胡锡进的愿望 美国已经帮他们实现一半了 只是现在美国的绿扁帽特种部队来了 可是中共的解放军到底在哪里呢 不仅各个媒体报道了美国特种部队进入台湾的新闻 最近还有一条新闻 说三名美国的特种兵在藤湖被人打了 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台湾的《中国时报》的报道 在去年12月26日凌晨1点左右 在藤湖马公市中正路的麦当劳附近发生斗殴事件 当时一名吕姓男子等三人醉酒和三名美国特战人员发生冲突 其中一名美国特战人员遭到台湾男子徒手殴打 另外两名美国特战人员见状后 上前试图将双方隔开 美国人不愿意和这些人继续发生冲突 就想立刻离开现场 可是这名吕姓男子看到美国人想跑 竟然拿起灭火器和木头椅子 对美国人进行持续进攻 之后警方获报赶到现场将此案立案调查 根据《中国时报》的报道 三名美国特战人员可能碍于身份原因 希望保持低调 不愿意对这台湾的三名男子提出伤害公诉 也没有到医院验伤就自行离去了 不过警方侦查之后依然依据法律将三人批捕 并移送法办 最近这三人被判刑六个月 也让大家知道了 美国特战教官其实早就进驻台湾了 过去几年的时间中共的宣传部门一直宣传 美军在世界各地都是作恶多端 又是这样又是那样 不过我们从这次澎湖事件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特战军官无缘无故被醉酒男子痛打 想要离开现场还被人拿着灭火器和椅子追着打 不仅过程中没有还手 事后也不愿提起伤害诉讼 看起来美国士兵并不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 为什么美国的绿扁帽特战部队出现在了澎湖呢 这其实是因为澎湖有台湾最精锐的海龙蛙兵 台湾陆军101两栖侦察营俗称海龙蛙兵 就驻扎在澎湖 金门 马祖等领导地区 海龙蛙兵特种部队在金门有两个连 在澎湖和马祖各有一个连 营部则驻扎在金门 该特种部队总部虽然在金门 但因为金门距离大陆非常近 地理位置很特殊 为了避免引起中国大陆的敏感 所以相关的很多培训地点就没有放在金门 而是放在了离台湾更近的澎湖 这就是为什么在澎湖这次出现了美国特种兵教官的原因 海龙蛙兵隶属于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除了渗透 摸哨 搜集情报等特种任务之外 在政府高层长官抵达外里岛巡视时 海龙蛙兵也负责执行接送和护卫任务 在金门小三通开放之后 海龙蛙兵增加了反截机 反截船 反截车等反恐任务的训练 海龙蛙兵是蒋介石当年指示金房部司令官胡连组建并由蒋经国命名 成立之初就是由美军培训的 曾经叫做成功大队 后来收编了马祖侦察林和海上突击队 成立了新的两栖侦察营 海龙蛙兵是中华民国陆军的精锐 是从志愿役士兵和士官中精心挑选的 在冷战时期就执行过无数次的机密任务 是目前国军少数有实战经验传承的部队 在1950、60年代 海龙蛙兵多次对福建沿海侦察突击 解放军也不时派出特种部队到金门马祖互相攻防 其实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绿扁帽 一直是美国军队帮助盟国的第一线部队 比如绿扁帽其实很早就到达乌克兰来帮助乌克兰军队的训练了 我们来看美国福克斯在2002年发布的这篇报道 题目叫做美国陆军绿扁帽对乌克兰战争有着持久的影响 里面就谈到了 自2014年以来 美国绿扁帽特种部队和乌克兰陆军的国民警卫队 在乌克兰西部城市亚沃里夫战斗训练中心 为乌克兰军人提供建议和训练 这个地方也在战争开始时遭到了俄罗斯使用导弹的袭击 绿扁帽又称为绿色贝雷帽 正式名称叫做陆军特种部队 前身是第一特种任务部队二战中才成立的 绿色贝雷帽在历史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引人注目 他的任务非常广泛 包括渗透、迫袭、游击战争 还有一些直接的行动 比如突然袭击、营救等等 除此之外 绿扁帽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每个队员必须精通至少一门外语 外语不行 就算其他技能再优秀也要被淘汰 美国的一些其他的特种部队 他就不需要学习外语 比如海豹突击队 你只要能打仗能潜水就行了 绿扁帽的每个队员都是游击战的能手 掌握一门外语 具备在必要时训练和指挥一个步兵连的能力 绿扁帽经常被派往世界上各个国家 在各种环境下执行特种任务 前陆军特种官员兼战斗潜水员基金会主席米亚尼 告诉商业内幕杂志 涉外内防是美国帮助合作伙伴在他们自己国家防止违法行人 叛乱和战争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实施涉外内防的主要方式就是建设合作伙伴的军事和准军事能力 一位前任的绿色贝雷帽成员告诉商业内幕 我们非常灵活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涉外内防 商业内幕还报道在印太作战区 第一特种部队大队专门负责与台湾和其他地区伙伴和盟友的合作 分配到该单位的战士要学习该地区的文化和语言 很多人还与该地区有种族联系 绿扁帽其实和台湾有着很长的合作关系 自1979年以来 美国从中华民国撤军之后就没有在台湾有正式驻军过 但其实美国的特种部队一直在台湾训练国军 帮助台湾对抗中共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的国民党籍立委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 曾经就是海龙挖兵 想必当年就有不少和美军直接交流的经验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次国民党党团力推江启臣的重要原因 关于美国特种部队来台湾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官网新华社的 2022年的报道题目叫做 《勾连不断 台媒曝光》 美军海豹7队曾协训金门海龙挖兵 里面就提到美国特种部队来台湾培训已经不是机密了 2019年的时候 海龙挖兵就与美国的海豹7队成员参与了代号叫做闪光的协训 也就是说虽然官方都不承认 但在过去几十年时间 美国的特种部队从海豹突击队到陆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 都不定期或者定期的跑到台湾来进行协训训 而在最近这两年 特别是随着台海局势升温 这样的合作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化 以前美国派军来台湾可能不是常驻 待几个星期就走了 但这次不一样 看起来美国特种部队接下来是要常驻台湾了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著名的粉红博主李毅非常生气 他认为中共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那就要亡党亡国亡军了 其实美国来台湾这个事情 台湾政府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心知肚明 可是中共也没有任何能力来阻止和改变这个事情 就像当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一样 无论大陆所谓的民意多么高昂 号称要把佩洛西的专机打下来 中国政府的高层都明白一个事情 佩洛西的专机要是被打下来 下一个挨炸弹的 那就可能是中南海了 吹牛可以不打草稿 但是真要动手 有些人可就是怂了 我是子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